面白的王者 各位親愛的觀眾 歡迎來到面白的王者大賽 誠如你們所知 我們過去從七十六萬五千四百八八封信裡面 挑選出最強的八組參賽者 要來爭奪十萬塊的獎金 但你們不知道的是 他們表演全程都要負責TK Lab 楊洛素 沒錯 為了感謝我們這次活動的大乾爹 也為了省下大筆的妝髮費 我們要求每位參賽者都厚敷一層楊洛素 就像這樣 這是非常難得一見的後台 放眼望去還以為 等一下所有參賽者都要研磨劇 不過等一下被淘汰也不用太難過 因為這一瓶可是敷一次就超有感的神奇魔法 就算拿不到十萬塊 你的臉都已經賺到了 你看 Oh my god 簡直是亮白 景致 煥發的光芒啊 真不愧是美容大王大S唯一代言推薦的TK Lab 楊洛素 做不到日文的面白 至少中文的面白要顧到 馬上就要上台了 等一下我們一二三面白好不好 一二三面白 請問各位觀眾今天晚上好嗎 好 今天晚上我們要做一個非常非常有趣的企劃 這個企劃的由來是這樣子 就是首先要感謝我們的贊助廠商TK Lab 大家給TK Lab 掌聲鼓勵好不好 謝謝你們 好 那我們的面白王者大賽即將展開 我們首先來歡迎第一位表演者 第一位表演者 小蘇 曾經參加過卡米蒂喜劇爭霸賽 前年他第一輪就被刷掉 距年他第一輪就被刷掉 小蘇就是因為拿出怎樣的表現 今天又會小蘇一點嗎 大家好我是小蘇 然後剛開始前我在跟後台跟博恩聊天 我跟他說不好意思可不可以不要塗這個東西 他說沒辦法只是廠商贊助 然後我就這樣 廠商贊助又怎麼樣 廠商贊助一定要塗嗎 這東西塗上去我跟你講他可以幹嘛 他就是有一堆很自然的乳清蛋白乳酸乳脂乳糖 然後呢還有18種水解性的氨基酸又怎麼樣呢 然後他又不加什麼酒精香精香料 超健康又怎麼樣呢 廠商而已嘛 這不是重點嘛 對吧 然後博恩跟我說 你這樣廠商會超爽 我想說yes 他說但你不一定會贏 不提廠商了 對 前幾天我在附TK Lab羊落樹的時候 反正我在附這個東西的時候 因為前幾天我想說我來試用一下 因為我那天休假 結果我朋友打電話來 同事然後叫我去代班 我想說好吧 很好洗我趕快水就洗一洗就衝出去 然後結果走到一半 幹嘛我在工商懷疑啊 然後我就走到一半 肚子痛 大家遇過那種肚子痛嗎 有一種情況叫做塞在滾 就是你走在路上你看到紅燈 你沒有辦法這樣站著等 你一定會這樣子 你才開始做一些這種動作 不然你就糟糕了你知道嗎 你就會這樣oh shit oh shit 一定是這樣 然後結果我這樣動到一半 有一個推銷員 跑到我前面拿了一張QR Code 跟我說 先生先生不好意思可以掃個QR Code 填個問卷 只要兩分鐘就好了嗎 我說兩分鐘 不可能 那個時候是不可能忍了 兩分鐘的 我的臉色真的是跟現在一樣 蒼白一樣你知道嗎 我完全沒有辦法講話耶 我只能跟他用筆的動作這樣 不行不行不行 這個時候 完蛋 感覺來了 開始滾了 所以我就變成這樣 我的狀態真的是這樣子 炸裂 肚子痛 不要叫我QR Code 然後那個人竟然跟我說 先生 填個問卷很難嗎 差你一張而已 你要還有失業是不是 我想說情緒勒索嗎 現在 你是認真的嗎 這種人 啊 現在可以了 然後換他臉色蒼白 喔喔喔喔喔 沒關係沒關係 我們找別人就好 看你鬧事耶 你剛剛可以找別人 你把我弄成這個樣子 超級不爽啊 他幫我說 不要生氣 不要生氣 生氣會長皺紋 我說我這個狀態怕怎麼長皺紋 我才不怕 因為我都敷TK Lab 洋洛素 讓我的皮膚變成柔亮嫩 簡直是肌膚好閨蜜喔 哈哈哈哈 欸博恩這樣子廠商會開心嗎 我是不知道啦 今天這三分鐘 剛剛這三分鐘 各位開心嗎 開心 開心 好啦那我今天就工程生對了 反正死定了嘛 OK 看到頭給我 謝謝大家我是小蘇 Alright 雖然小蘇看起來臉色暢白 但表現卻一點都不緊張呢 小蘇的對手是喜劇企劃大雞豆 有微笑丹尼和馬克吐司的馬丹娜 伊吉利安和馬丹娜這對情侶組合成的奇怪四人組 到底能不能獲勝 我們拭目以待 衛生紙時尚王 用衛生紙做出最時尚的造型 這八名花六月花 各位先生 是節目時間 第一 出車禍的人 Number 2 Twitter的新LOGO 您len擠碟 прекрас 击 丫钱 丫钱 啊 啊 啊 笑你白情風 No.4 Nike All Star Nike 笑你白情 Twitter 出生我的人 Session 混過去 混過去 第一輪比賽在詭譎的氣氛中結束了 觀眾到底覺得哪邊比較面白呢? 是為了這場活動打造的笑話還是意味不明的時尚呢? 意外的勝利啊 從頭到尾致書不超過50字的表演 居然打拍了紮實的單口段子 馬上看下一組比賽 第二組的第一位表演者是美國人 Evan Danger 中文名字 光頭哥 據了解 並不是因為長期使用TK Lab 楊洛素才成為白人的 到底白人有沒有比較面白呢? 答案即將揭曉 Hello Taipei Hi How are you? Good 哇 你的語言怎麼這麼好 大家好 我叫Evan 我的中文名字是光頭哥 我來自一個很遠的地方叫做美國 美國 你們應該都知道 我們會賣給你我們的二手武器 對 現在我們的坦克是賣一送一 我來台灣不久了 但是我應該可以說我超喜歡你們的 國家 對 謝謝 謝謝 我知道怎麼拍台灣人的馬屁 別忘了給我投票 我說話你們可以聽得懂嗎? 沒問題嗎? 可以 我真的有點緊張 所以上個禮拜 我告訴我的朋友 我要參加一個中文透口秀 然後他就告訴我 嗚 哥們 我有點擔心 台灣人聽不懂你的中文 你的口音真的很重 你是說 我有外國人的口音嗎? 不是 你有湖南人的口音 所以我就問他 我怎麼可以調整我的口音 讓你們更好的聽懂 然後他告訴我 我真的騙你 他就說 Alright bro Well It's like this The Taiwan accent And the Chinese accent Are very similar But for the Taiwan accent You wanna sound a lot more Gay 這是他說的 他是本地人 所以那天下雨 我去了西門町 叫一個預言夥伴 至今我的口音沒有什麼進步 但是我現在有一個男朋友 我不是Gay 但是我覺得就是 最快的方式可以得到一個駐留證 這個不是我想要的分明 但是謝謝 我最近失業了 我近七年在一家金融公司工作 然後上個禮拜受到同志 我們的公司破產了 然後昨天我的老闆告訴我 我們的CEO 他跳樓了 他自殺了 我們是一家日本的金融公司 所以這個很正常 就是 就是有點突然 算嗎 所以我的朋友們都告訴我 啊沒關係 你是一個外國人 你在台灣你可以去一個不習慣工作 超簡單 可以叫英語沒關係 沒關係 千萬不要 我跟你講 我當過一個英文老師 OK 如果你要在這裡教英文 你每天都要照顧三十幾個腦殘小孩子 然後他們的腦殘父母要過來 問你各種各樣的腦殘問題 喔 Evan老師 今天Steven的表現怎麼樣 喔 今天Steven非常好 我不知道Steven是誰 好的 謝謝大家 哇哇哇 飛母魚的表演居然這麼強勁 真不愧是神頭奶爸 光頭哥即將對上的是 慢彩組合面目可真 因為原本入選的慢彩組合 有一個搭檔無法到場 所以臨時跟另外一個沒有入選的參賽者 組成的團體 烏盒之中能不能贏呢 馬上來瞧瞧 大家好 我是木木 大家好 我是麥康 我是麥康 我們是面目可真 等一下 這個團名是什麼啊 對啊 因為你早上臉朝很噁心啊 一開始就罵我是怎樣 不管噁不噁心 罵不罵 我們還是很有榮幸 站在面白王者這個舞台上面 是啊 能夠站在這個一百多人的舞台上 真的超榮幸的 那我恭喜你啊 恭喜你 我們一起加油好不好 好啊 木木 我們一起加油 一起加油好不好 好 OK 那我再去補一下妝喔 好 等一下 等一下 回來啊 好 我們不是一起比賽了嗎 蛤 我們一起比賽 反應也太大了吧 真的假的 不是啊 我們不是同一組的話 怎麼現在會站在這個舞台上啊 對耶 你也畫那麼白耶 Michael 看來你真的是有白而來 是有備而來啦 那麼簡單的成語都講不好是什麼意思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今天站在這裡其實是要跟大家分享 這個一款好用的保險套 什麼啦 為什麼要提到保險套啊 各位觀眾注意啊 那你的男朋友睡在你臉上 但是沒有用保險套的時候就會講 這個樣子什麼 不要比我啊 有夠噁心的 不是 木木 我們今天真的不能講這種東西啊 不能講這種東西 你要知道 今天廠商都在這裡 啊啊啊啊啊 小叔剛剛都有講 是啊 很危險啊 是啊 很危險 所以我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款 好用的保險業務員 保險業務員哪裡好用啊 保險業務員有分好用的跟不好用的 不好用的會讓你陷入一個保險的圈套簡稱 保險套有夠有默契的是怎樣 超有默契的耶 為什麼要講這種東西啊 謝謝 我們很有默契啊 我知道 我知道 可是我們能不能先不要扯保險套 不要扯保險套 我們重點是要聊這一款好用的保養品 保養嘛 我家一堆啊 我家附近就一開了兩三家保養 是保養 不是保養 太硬要了啦 不是啊 保養 保養品買一送一啊 廠商叫我們講的 這樣講也是啊 對… 你繼續講 旁邊的保險套也是買一送一啊 沒有給我提啊 就說不要再起保險套 沒有 我們講認真的 好 認真… 我們是要講這個好用保養品的功用 功用嘛 對 會讓你的臉白裡透紅 這就沒錯啦 白裡透紅 對 像瓜哥一樣紅 那太紅了啦 太紅了 太紅了 我們抹在臉上那麼白 沒有那麼紅啊 對 跟我們一樣 我們沒有像曾博恩一樣 我們沒有那麼紅啊 白透紅 不是啊 默默 講這個 太傷心了啦 不然聊聊不傷心了 我們聊保養怎麼樣 保養裡面的TK Lab 羊若素保養品 是… 你聊這個 終於扯到這個話題了 是不是 認真 好好講喔 OK OK 我們說到 薩拉泰爾娛樂公司的委託 要來介紹這個保養品啊 男生 女生 都可以用啊 塗膜在肌膚臉上 讚 而且TK Lab的保養品裡面 含有一個特殊的羊若素 默默 你知道羊若素的功用嗎 不知道 我們歡迎最聰明的曾博恩 解釋一下 我… 楊若素的功用 誰會吃到 Michael 你這樣太對不起曾博恩了吧 是啊 對啊 他更愛啊 喂 搞什麼啦 我們今天原本是要消費保養品 結果只在消費博恩吧 這麼說一次 那既然 謝謝曾博恩 謝謝 閉嘴 在上一輪的比賽中 我們看到四個人擊敗了一個人 到底人數有沒有優勢 票選結果出爐 唉唷 唉 哇 這個比數相差得更遠了 各位 票數分別是74比40 我們恭喜Evan 成功晉級 哇 光頭哥晉級的那個moment 好像還聽不懂自己晉級了呢 第三組第一位表演者 玩笑哥巴斯 其實也有在表演單口喜劇 但今天決定回到魔術師的身份 到底台上的箱子藏了什麼鴨香寶呢 大家好 我是巴斯 耶 我特別創作一個全新的魔術 首次露面就獻給面白的王者的觀眾們 大家準備好迎接奇蹟了嗎 杯子 水 各位觀眾 消失的水 Amazing 我今天不只要表演魔術 我還要教大家怎麼變成魔術 大家想學嗎 教學模式 水 消失的水 消失的水 可樂 消失的可樂 消失的可樂 Amazing 威士忌 消失的威士忌 我喜歡威士忌 Amazing 醬油 消失的醬油 消失的醬油 消失的助理 消失的兩千塊 消失的兩千塊 消失的醬油 Amazing 消失的水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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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靠 Amazing 我專長還要講話 沒想到躲在台下的主持人也難逃一劫 真是Amazing 吃完水餃之後 馬上來看看巴斯遇上的對手 來自戰利邦 堪稱今天晚上最重兩集的人物 到底台灣戰利喜劇的OG 能不能比Amazing更Amazing 只有我看完前面的魔術肚子餓的嗎 他表演魔術 我來表演體術好了 大家好 我是大開愛 來跟大家來聊最近發生的事 上禮拜呢是父親節 然後我就問我爸說你想要過 怎麼樣的父親節 你想要什麼父親節禮物呢 他就跟我說 我希望你也可以過父親節 然後我跟他說 這哪有什麼男的 你叫我兩聲爸爸來聽聽啊 那天差點白髮人送黑髮人 超可怕 大家知道昨天是鬼門開嗎 在鬼月有非常多很奇怪的禁忌 譬如說大家有聽過半夜是不能剪指甲的嗎 因為那個咖咖聲其實會把鬼引過來 那我想說如果這麼簡單就可以把鬼引過來 那我們為什麼要請道士跟法師 我們到案發現場一直在那邊剪 快回來喔 法師快回來講脫口秀 大概是這種感覺 大家有被鬼壓床過嗎 前陣子呢我在外面巡演的時候 晚上睡覺的時候被鬼壓床 我想說啊糟糕 隔天早上我還要就是早起去工作 然後我想說 深呼吸一口氣 然後我就只聽到 啊 醫生 剛天晚上的鬼壓床就結束囉 想不到會被我反壓吧 就是講到這個體重這件事情 跟各位分享一個概念 我覺得胖子很難當故事的主角 比如說你把電影的主角換成那個胖子 都會變很奇怪 比如說阿甘正傳 如果那個阿甘變成那個胖子的話 那小時候媽媽跟他說 阿甘啊 你知道 這一盒巧克力 人生就算是一盒巧克力 你永遠不知道下一個是什麼口味 然後他就指著說 媽媽 那個是牛奶 這是香草 那個不吃可以給我吃嗎 大概是這種感覺 那像最近很紅的三道猴子一生 主角就不是個胖子嘛 那主角就是頂多就只能騎個塑膠車 借主角兩萬塊 對不對 那大概像這個樣子 大家不覺得跟我有點像嗎 好 大概像這樣子 其實呢 跟大家分享 因為很多騎士這件事情 是深藏在大家的人心的 像之前小美人魚的事情 大家有知道嗎 就是大家一直說 學黑人當小美人魚 這非常奇怪啊 然後學那麼醜這樣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但我覺得這個選角 反而是神選角 怎麼說 因為他很好地告訴我們 為什麼烏蘇拉只要他的聲音啊 最後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胖子當中呢 其實也是會互相歧視彼此的喔 怎麼說呢 因為我們看到對方 就會想說 他也太胖了吧 我們到這邊 謝謝大家 投票的時間又到了 誰離十萬塊獎金更靠近一步 誰就能先借錢給女朋友改車囉 一百票比十八票的差距 各位觀眾 恭喜發吃晉級 壓倒性的勝利啊 第一輪比賽 來到了最後一組 第一位表演者 Jimmy Stone 曾經是中文系畢業的他 現在從事單口喜劇 從這兩點線索就能知道 他非常需要這十萬塊錢 晚上的大家好嗎 我不好 我已經為了講起句 兩年沒有收入住在女友家了 我來參加這個比賽 超怕被他發現 我是一個貨真價實的小白臉 對不對 但比起尊嚴啊 我今天要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非常重要 所以 Listen to me 後面的觀眾 Listen to me Listen to me 非常重要 我上禮拜啊 參加一個女生朋友的聚會 然後就有一個女生突然講說 欸 我昨天晚上 自己一個人去看電影耶 這時候旁邊的女生開了金屋說 天啊你好獨立喔 天啊 你怎麼辦到的 天啊 這時候又有一個女生起來講說 欸 我下禮拜要自己一個人去泰國旅行耶 她說 天啊 你男朋友呢怎麼沒有陪你 喔天啊 你超獨立的 我在旁邊看得大為震驚耶 我沒有辦法想像 我在一個男生朋友的聚會上 欸我昨天晚上自己一個人去看電影耶 幹 魯蛇分手了喔 欸我下禮拜要自己一個人去泰國旅行耶 喔不就了 洗一下吧 欸這世界對男生怎麼這個樣子啊 然後我就發現 台灣的女生 好像很喜歡獨立 很追求獨立 喜歡被稱讚獨立 那我想問 明年要總統大選了 我們選了一個女總統八年了 她怎麼還沒宣布獨立啊 現場一堆民進黨側翼啊 台海戰爭有你們真好 我覺得一個直男活在這個世界上 非常的困難 有時候動不動就被一堆社團出征 然後你要符合很多政治正確的事情 像我在上那個拳擊課 每一次上課都要找一個人對打對練 就有一個女生身高150公分 大概跟曾博恩一樣矮 然後體重只有40公斤 很喜歡來找我對打對練 我就說 嘿小姐 我們差了30幾公斤 我出拳很重 你會被我打傷 她就跟我說 你這個父權的遺毒 你瞧不起女生是不是 後來拖到最後也沒了 我只能上台跟她對打 她一上台 就一直對我猛烈的揮拳 一直揮拳 一直揮拳 我只能一直閃 一直閃 一直閃 她還是對我一直揮拳 一直揮拳 我在閃的時候 我心裡就在想 我閃過一個女權 又閃過一個女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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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輩子沒這麼政治正確過 你知道嗎 她後來衝過來跟我講說 她媽你這個母豬教徒 不敢打我是不是 媽廢物小白臉 她怎麼知道 我整個氣不過你知道嗎 我走過去找才媽媽 給我說 她這樣子言語羞辱我 你還不怕她出局 沒道理吧 才會跟我講說 Come on 你跟女權講什麼道理啊 小白臉 謝謝大家 我Jimmy Stone 好的 這位參賽者的言論 並不代表主辦單位的立場 第一輪呢 我們最後一位參賽者 尚恩 要表演的是 音樂喜劇 抱著一把吉他 又講喜劇 你會想到誰呢 沒錯 就是王免 但他沒有參賽 所以我們免為其難的 聽聽尚恩吧 大家我在考高中的時候 我收到這樣的題目 他說 影響生活中最大的發明是什麼 我說是文字 然後我是這麼寫到 我說如果沒有文字的話 然後我交了一張白卷 各位 各位 作文 消失的作文 然後我本來是做音樂喜劇的 然後在 YouTube Spotify 跟街聲 都找不到我的作品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樣不一樣的風格 第一首歌 今天我付 今天我付了一個老奶奶過馬路 我們經過了一個路口 又經過了一個街頭 最後來到了原本的路口 今天我付了一個老爺爺過馬路 今天我付了一個老爺爺過馬路 我拉著他的手 往錯的方向走 而且是在紅燈的時候 阿公 消失的阿公 小明他有肉毛焦慮 我跟他說你不用擔心 兄弟兄弟要有自信 你 是真的很醜 身為好朋友 我們要怎麼幫助小明呢 當然是使用我們的TK Lab 羊落樹 TK Lab羊落樹 裡面有什麼神秘的配方 裡面有羊乳發酵出擊 降草酸惡甲 重點是這神秘的配方究竟是什麼呢 裡面有加水加水啊各位 跟這段表演一樣加水啊 消失的水 下一題 現在特價到底多少呢 是699元嗎 不對現在是399元嗎 也不對現在顯示特會是 790元各位790元 我的天啊 現在大家聽起來 樓上就樓下 阿公就阿嬤 走路總足跡 眼睛看這邊了 現在全關5折5折 再輸入優惠碼13年 再打8折 所以打幾折 13折非常漂亮 現在還有4重好理由 來 2000元送我用不到 3000元用送這什麼東西 5000元送這我永遠用不到 8000元送這時候 我的天啊 各位趕快把他買寫了吧 生活很辛苦喔 為大家帶來下一首歌 是大巨蛋之歌 他的英文叫做 Cula Pica still on the boat Cula Pica still on the boat 我們先從前奏開始 前奏是這樣子喔 大家仔細聽 然後跳個20年 好我們從主歌來喔 大巨蛋 市場都換成了蔣萬安 你怎麼還沒 喔這首歌寫到這裡 因為大巨蛋 跟這首歌一樣 都還沒有完成 好那我的表情就到這邊 然後是下半場的歌 大家希望大家會喜歡 集會有請吧 全民心面對 矛盾之歌 謝謝大家 居然還有下集預告 這台有自信了吧 到底是自信能過關 還是小白臉可以繼續當小白臉呢 我們的結果出爐了 觀眾 唉呦 也是滿懸殊的一個差距 34票對82票 恭喜 尚恩晉級 晉級決賽的四組參賽者 已經決定了 下半場 他們將再拿出五分鐘 繳足最後面白的頭銜 今天晚上 究竟誰會成為面白的王者 拿走十萬元的獎金呢 各位觀眾我們來到了決賽的時刻 等一下呢 我們要上台的順序 就是按照他們第一輪投票 實際得到的票數 越低的 會越先表演 因為就是比較爛 首先要出來的第一組 他們在第一輪 拿到了65票的低票 也就是喜劇企劃大雞豆 歡迎讓我們出場 喜劇企劃大雞豆 出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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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桌球 適合 撞球 有 购丸 购丸汤 汤 汤圓 破掉的汤圓 擠痘痘 鸡爆的痘痘 金子 白人的鎬丸 洗臉洗到一半的人 剛下戲的三項優雅 冰櫃裡的爺爺 冰櫃裡的爺爺 雜耍球 牛 牛頓球 好爽喔 好 差一顆就贏得吳子綺 不停 啊 你 不停 你 把那個 我沒有 你還不是太有 你還不是太有 我由衷的佩服 這個東西可以撐到五分鐘 接下來這個表演者 他是我們決賽 唯一碩果僅存的單狗戲劇表演者 掌聲歡迎Evan Dinger 哇謝謝好久不見好久不見 所以我來自美國紐約 請問真的有人去過紐約嗎 哇很多 今晚的觀眾真的很有錢 太棒了 我真的希望今晚可以找到一個 很有錢的女朋友 然後我真的可以變成一個 小白臉 這個段子太傻逼了 所以我跟你講我來自紐約 但是我要警告你們 千萬不要去紐約 紐約非常非常的危險 我跟你講我上一次在紐約 我被我的一個高中同學給搶了 真的 第一天晚上 我在回家的路上 有一個人從我後面跑過來了 打了我的脖子 Give me your money motherfucker David? Evan? Oh my god How are you? I'm fine 但我們不是這樣說話 所以他現在是一個愛稀毒的流浪漢 我是一個台灣脫口秀演員 所以他的收入還是比我高 我來自美國 我來自美國 但是我近十年生活在中國 去年我就逃離了 腦殘沙比共產主義 然後看到這裡 所以我跟你講我在中國玩得非常開心 去年我終於實現了我的夢想 我上了一個很有名的全國性脫口秀節目 你們知道脫口秀大會嗎? 我上的不是那個 我沒有那麼活 但是我上電視以後 我以為我很容易可以找到一個中國女朋友 但是我發現了我的目標觀眾 和這個節目的目標觀眾 不是一致的 有一天晚上我在酒吧裡 一個超級火辣的上海美女走過來了 開始跟我聊天 Hey Hey 你不是光頭哥嗎? 沒錯 Oh my god 我的爸爸超喜歡你 謝謝 所以我今天有一份搬到台灣來 我超喜歡這裡 但是這裡也有一種我非常非常討厭的人 就是那些拒絕 用中文 給我回答 的 的 的你們 OK 無論我說什麼 無論是什麼情況 你們都會用英文給我回答 比如說我今天在銀行要辦事 問他們一個非常簡單的問題 Hey 你好 我要開一個新的賬號 除了我的金卡和我的護照以外 我還需要給你們什麼東西 呃 You can 呃 You have 呃 You like money 你 這倒是怎麼回事 我喜歡錢嗎 你好 我是一個台灣脫口秀演員 我明顯地不喜歡錢 OK 這個是百分之五十的時候 百分之二十的時候 你們會正常給我回答 百分之三十的時候 你們就會給我這個 嗚 外國朋友你好 你是哪裡人 你的中文非常好 這是來模仿我嗎 好 謝謝大家 接下來剩兩組的表演者了 接下來這個 他又要帶著他的吉他出來的 我們掌聲歡迎尚恩 為大家帶來第一首歌曲 《機會遊行法》 希望大家會喜歡 這首歌跟《機會遊行法》一樣 還沒有修 全明星辯論會 全明星辯論會 We don't debate because we are fake 希望大家會喜歡 全明星辯論會 不是明星辯論也不會 他們沒有一個人 我叫得出來 他們是誰 他們像過節的親戚 他們像過節的親戚 叫不出名字 看了也很討厭 全明星辯論會 平身是桃子間 這就像是今天 親到了 吳宗憲 哎呀見鬼啦 標準一直在改變 我寧願平身是沉睡一遍 雖然他會收錢 至少他很專業 連沾認真的專業 下首歌是司法公正與居住正義 我們請下作詞人出來一下 喔這首 是那個啦 7月16的時候 我又欣寫的 然後這個是 Covid-19啦 希望大家會喜歡 喔沒有這首歌 因為沒有這兩個東西 我就說表演有加水吧 下首歌是矛盾之歌 希望大家會喜歡 我的手機 密碼是我女朋友的生日 我真的很愛她 雖然我常常換密碼 愛情的小船 她常常說煩就煩 所以為了站穩 我只能腳踏兩條船 我的語言治療是 她 她居然會口雞雞雞雞雞 我的歌唱老師 她唱歌像靠架魚 清張奧運會 她們也辦過音樂會 在台北 這就像是市場比賽 應該要請巴斯去表演 事後高峰會 她們也會開冷氣 良性平權委員會 她們名字其實第三性 大家好像知道我要做什麼 我超級喜歡開冷氣 我超級有愛心 我想給北極熊 一個溫暖的環境 最棒的動物園就在 在台北市議會 裡面有金底之蛙變色龍 還有假猩猩的4EM 是什麼樣的動物 會隨著環境改變顏色 這是大自然的法則 她是科文哲 科文哲 科文哲 來召喚科文哲 東世界有了色彩 事情就再也沒有黑白 投給白就好了 讓你把人們分成LF&Right 這個世界就再也沒有愛 把手放在空中曬 把煩惱都放下來 手借給我 把手放在空中曬 把煩惱都放下來 想想那些美好的事物 像是 TK Lab 楊洛樹還有 楊洛樹還有 楊洋的烙塞湖 一起唱 想想TK Lab 楊洛樹還有 楊洛樹還有 楊洋的烙塞湖 再一次喔 想想TK Lab 楊洛樹還有 楊洋的烙塞湖 想想TK Lab 楊洛樹還有 8月26號27號 在華東演出的喬瑟湖 你們很棒給這個掌聲 謝謝大家我是善恩 各位觀眾 今天晚上的最後一位參賽者 沒錯 他就是在第一輪裡面 拿到100分的高票 希望他這次不會再帶醬油上台了 各位觀眾掌聲歡迎巴斯 這位美女 對就是妳要有自信 妳最喜歡喝什麼飲料 可樂 可樂嗎 要不要換 可樂沒關係 可樂就可樂 各位觀眾仔細看 威士忌 威士忌 可樂嘛 結束自己去買 我非常喜歡魔術 魔花 魔草 還有魔鐵 大家好我是巴斯 魔術師 看一定有人在想說 他的酒是從哪裡變出來的 是不是酒藏在身上 哼 答對了 好厲害喔 大家應該看得出來我是一個魔術師吧 應該看得出來吧 但我不是一般的魔術師 我是 半吊子魔術師 amazing 任何魔術我都只會一半 我都只會變一半 比方說 撲克牌魔術 這位先生可以幫我洗一下嗎 你知道洗什麼嗎 喜歡你 沒有其實我根本不需要他洗牌 我只是想講這句話而已 我要請幫我抽一張牌 然後記住給大家看一下 撲克牌魔術 魔術手勢 不要讓我看到 不然魔術就提早結束了 紅心3 你的牌是什麼 紅心6 一半啊 蘋果 我要把它變不見 仔細看 咦 消失的蘋果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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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哈哈 哈哈哈哈 amazing 最后是一个经典的魔术 叫做撕豹还原 顾名思义就是把豹子撕了四分五裂 然后弹一下手指头 它就会恢复原状 像这样 撕豹还原的一半就是 我只有撕豹 amazing 我相信大家对魔术师会有很多刻板印象 比方说很会撩妹 魔术师都只会就想要碰女生的手 想要做一些色色的事情 要赖要电话 我学魔术不是为了做色色的事情 我学魔术 是为了学透视还有时间暂停 别人变魔术 我变态 amazing 还有一个刻板印象 大家可能觉得魔术师很穷 做表演没有什么收入 但我做魔术 我一年可以存五十万 但在变魔术以前我是一名足科工程师 一年可以存一百 变成一半 amazing 谢谢大家 各位观众 决胜的时刻到了 今天晚上面白的王者大赛到底入死谁手 结果已经在我的手中了 我们接下来从第四高票开始 总共得到八张票 第四高票 俗称最低票 恭喜 Evan Danger 虽败有荣 有什么感想想要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是非常感兴 我许会来参加总统的工作 这就是非常感兴 谢谢大家给大家帮忙 好感动 看不到 但是他已经哭到 他整个脸都是红的 好 接下来公布第三高票 这一名 表演者 十张票 一两张票 走 一两票只差击败了第四名 恭喜 喜剧企划大吉兜 打败了五组的表演者 有没有想要感谢的人 这一段不要上床可以吗 感谢 感谢你们的付出 好 那我们请第四名跟第三名 先下谈宿 谢谢 会紧张吗 不要再拿笑点掩饰自己的内心了 请问上二会紧张吗 对 你看 多诚实 对 对 对 那个就不问 不要再做效果了 好的 接下来 接下来 直接勾入第一最高票 上恩在普兰面白的网子 总共获到62张票 第一高票 恭喜 上恩获赏 上恩获赏 来 各位观众我们一起喊一下 面对 有趣 有趣 来 恭喜上恩获赏 我们十万块 有没有想要给现场支持你的那六十几位来点什么好处呢 有吗 呃 私底下找我 私底下找我 听起来非常的非凡 有趣 有趣 一会 人 就有的 我 你们 对 你 说 一些 词